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美国的计算机、BA的硕士身体项目都是神仙打架的局势 所以说早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好的项目就那么几个 如果想要在成千上任的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 那就需要学生具有非常牛的学术背景和超强的软实力 但是这两者都是需要长久的坚持和持续的积累的 是绝对不可以一处而就的 其实美颜申请无外乎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了 硬实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件三维 会包含GPA、托福或者雅思、GIE或者是GMAT 那在申请的时候比较理想的情况是 GPA3.5以上、托福100分以上 或者雅思7分以上、GIE320分以上 或者GMAT700分以上 那软实力的话就比较多了 科研竞赛、实习、数研数校、牛推、转转业的背景提升 包括说像个性化的文书、面试等等 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大学们做不到 那很多同学就会说啦 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呀 的确课程的压力都已经很紧张了 那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应该把重心放到哪里呢? 下面我们就针对不同的年纪来说一下 找准备规划的重点 那首先呢就是大一的准备阶段 大一呢主要分为三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明确你的留学意向 包括你要去哪个国家留学 你要申请本专业还是跨专业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了解标量化的考试 包括说像托福、雅思、GIE和GMAT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你的GPA 尤其要注意你的数理课程的分数 那简单来说呢 大一就是学习学习好好学习 整体的GPA保持越高越好 那以这两年最火的商业分析 人工智能为例 他们是非常看重一些基础的课程的 包括说像先进代数 统计、概念论、微积分等等 那这些课程呢 大部分都是大一修的课程 每次看到学生的成绩单里面 大一的这些核心课程 有多个成绩是70分甚至是60分 或者说是没考好或没有重修的 现在的成绩单上还是会显示出来的 看到的时候心总是会痛一下的 那大二呢就是我们的提升阶段了 提升阶段的话呢主要是分为4点 首先第一个是要保持GPA GPA最好呢是能够有3.5以上 那第二个呢就是先修课程 我们先修课程可以通过 辅修或者是二专或者是网课补充上来 那第三个呢就是标凉化的考试 包括说像GIE单词的准备 你可以开始你的语言培训 你也可以开始先考一次看看情况 那第四个呢就是寒暑假的安排 一般寒暑假呢是可以参加属校 或者说是有一到两段的实习 那这里呢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先修课 这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申请 比如说像港新印澳很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的研究生申请是有很明确的 prerequisites 的要求的 比如说像申请进攻的话呢 你最好是能够有新加加的先修课 如果说你要申请VA的话呢 是需要有Python或者说是R语言的课程的 但是本科专业里面是没有这些课的 要针对自己课程的短板有计划的尽早补救 而且修课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等到你大肆的再追回莫及 再去选顺应的课程的话呢 申请的时候成绩端上也体现不出来了 那同学又会问啦 学上没有那我怎么修呢 那常见的修课方式呢会有以下三种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辅修或者说是双学位 大多数的学校呢都是从大二开始可以辅修双学位的 但是不同的学校针对是否能够跨学院去辅修二专业的 政策又有所不同 所以需要同学们提前去和教务处去确认一下 不要看人家英语专业升到了BA觉得我也可以 但是事实上人家是有统计学的辅修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暑期课程或者说是交换的项目 美国的很多院校比如说像歌大是有开设暑期学分课程的 课程的时间呢是从五月份到八月份 会分为两到三个session 然后每个session大概持续的时间是四到六周 虽然同学们至少提前半年或者最晚 是提前三个月可以开始申请 并且需要有一定的语言成绩 再然后呢才是大家所熟知的网课 那网课的优点呢就是比较方便 而且费用比较低 那缺点的话呢也是认可度这方面的应效而已 比如上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对于网课的要求就是要有学分 那这个真的臣妾做不到啊 但是对于一些技能类的要求呢 网课是ok的 美国院校开设的自己的新修课程 比如说像巴鲁克金融工程开设的Cplus Programming Online Certificate 项目 加州大学博克力分校金融工程MFV 项目开设的Free Program Process 然后是包含了三个方面 分别是Math Foundations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 Cplus Programming and Statistics for Financial Engineers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重头系大三啦 大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冲刺阶段了 然后冲刺阶段的话呢我们要把重心放在三个方面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专业GPA 一定要保持你的GPA稳中有升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标让他考试成绩一定要过线 那也就意味着比如说像我们的托福100分以上 或者说是雅思7分以上 然后GIE320分以上 或者是Jumet700分以上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全方位的背景提升了 那这里面呢就会包含专业的实习 比如说公司抬头 你要做实际的事情 然后那第二个呢就是科研项目 或者说是技能提升的精力 也还有像海外交流交换呢 国内卫学生的属颜呢 牛推啊等等 都是需要我们在大三这个阶段去做好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详细讲两点 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尽早的摆脱托福 或者说是雅思GIE或者是GIMAT的考试 建议主生美国的学生要尽量考托福 不要考雅思 当然如果说你是英美混生的话呢 那还是考雅思比较好 申请交叉学科的学生最好还是要考GIE 比如说像金工金术BA这些是通常开在工程学院 或者说是文理学院下面的 只接受GIE不接受GIMAT的 还有这里要提醒一下哈 经济学的话呢也是要考GIE的 因为经济学在美国并不算是Business Major 经济学一般是开在文理学院下面的 并不是商学院 那再隐身一点哈 比如像胡吉尼亚的Commerce专业 是允许非常多被准的学生去申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国内的经济学本科就可以去申请了 那我们再回到正题哈 语言成绩的有效期是两年 GIE跟GIMAT有效期是五年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考 80%以上的学生都乐观的估计了自己的英语水平 那其实只有你真正的去参加考试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 到底自己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拿下标画 每年暑假抢考位刷考位的残庄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真的不要拖那么晚 呃其实没有过限的GIE曾经呢 对后续的选校定位 申请讯息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希望大家早规划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早的把标量化考试的包袱丢掉 才有时间去进行背景提升 不然真的就是只能是一步完 不不完最后只剩下空碳期了 那除了标画呢 大三最重要的就是背景提升了 道理很简单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同样的简历也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刷出来的 不要到了申请记写简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啥都没有 我不知道写什么 所以需要有规划的 有目的性的去逐步的丰富起自己的履历 主要是有三个途径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竞赛 那并不是所有的竞赛都就申请有帮助的 什么辩论赛呀 英语演讲比赛呀 都不要拿出来说这些都不算的 那这里我们说的主要是申请专业相关的比赛 比如是以商业分析为例 一些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类的比赛 比如说像Caggle 天池 DataCastor这一类平台的竞赛 第二位呢就是数学建模大赛 国赛和美赛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的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商赛 比如说像飞烟杯咨询案例大赛 那第二点呢就是实习 实习这个部分大家千万要重视起来 Master本身就是非常就业导向型的项目 所以对于学生的实习是非常看重的 尤其是商科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实习一定要趁早 而且实习的时间是不宜过短的 最好是三到四周起 而且实习呢要兼顾数量 行业的广度和专业的深度 那举个例子哈 有心的学生呢是从大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实习了 到大四申请的时候呢 已经集齐银行的会台 或者说是大堂经理 然后再到赛道快计事务所 然后再到基金证券的投资银行部 最后再到外资银行券上的研究部等实习 那第三点呢就是可以上 或者说是技能提升这个部分 从学校的层面来讲呢 大学生创新训练机外项目 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 本科生研讨会等等 这些也都是增加科研项目的途径的 还有呢要跟教授搞好关系 因为教授的手里面也是有项目的 或者说是问问教授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助研 这也是一个接触项目的机会 只要你想机会总是有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美国特色 最后的申请需要注意的点是 海外交流 海外交流交换或者说是属颜属校 这一块呢可能港西英 并没有看并没有那么看重 但是美颜申请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像范德宝的金融 我其实还是非常喜欢美本的学生的 录取的路本的学生呢 屈指可数 而且你去看一下那些路本学生的背景 几乎全都是有海外交换的 海外的交换项目呢 主要还是看本科学校的资源了 一般是一个学期修几门专业课 然后再学分转换 如果你申请的时候有转专业的打算的话呢 在交换的时候可以自主的选择一些 你想转专业的课程 修满它的学分也可以充分的体现你的学习能力的 另外呢能够拿到国外老师的推荐性 也比国内普通老师的推荐性 含金量要高一些的 那俗校就是Summer School 一般比较有名的就是UC Bakery和UCLA 通常呢是在美云的12月份之后 各校会开始陆续的开放储校的申请 需要提前准备语言成绩 这也就印证了之前说的哈 语言一定要早考 先到先得的比例是偏多的 一般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项目筛选是比较严格的 有一项的话呢需要尽早的去准备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哈 尽量的去避开一些游学的项目 就是单纯的体验和游玩 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需要去参加项目 或者说是上课的暑假项目 那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属言 属言通常是指大三结束后的 暑假到国外相关领域的实验室或者说是课题组 参加为期两到三个月的课研活动 那这些呢绝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同学在参与的 并且已经逐渐成为美颜申请过程当中的一个标配 很多同学都是通过属言走向人生巅峰的 比如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双飞的同学去到了MIT做属言 参加了AI相关的项目 这对他今年申请美国直播的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 再比如UCLA的CSST项目 而UCLA设计项目之初的目的呢就是跟道路优秀的985学生进行交流 为UCLA选拔高质量的PhD的学生 类似的还有斯坦福的UGVR的属校项目 而这些属校项目呢不怕申请不到就怕你不知道 这也是申请当中的大忌了 你以为你的背景已经很OK了 但是你不知道其他申请者还有高质量的属言属校这些经历 但是至少今天听这期分享的同学都知道了 那总结来说呢 美业申请的决定肯定是越早越好的 你早领决定呢 你可以提升跟准备的空间就越多 虽然每年都有很多所谓的保研失败的转身了美国 而且能够申请成功的 但是人家能够保研说明人家也都是大牛哈 人家的GT是可以一次性考出来的 不需要刷分 而且人家已经有很不错的科研经历了 那我们这样的凡人呢最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 找规划早准备更好一些 那今天听到这里的同学恭喜你 你黎明笑得好offer就只差找行动进一步啦 不要当天过就是做过咯 但以上只是大致的规划的模块和方向 那具体的时间规划和实施的方案呢 还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实际情况 定制自己的个性化方案等 以后续也可以跟刘老师联系 做具体的规划申请方案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关注指南者下期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啊 w